也就是两个枣形针之间的锁针位置 将线勾出 立一针锁针做起立针 然后在同一个洞眼里面勾两个短针 勾的过程中把线头放在勾针的上方 顺着织物的纹理藏进去 在第一个短针上扣一个较扣 下面来到了狗牙拉针的位置 勾三针锁针 跳过狗牙拉针 在走行针之间的锁针位置勾两针短针 这是第一个边角 往下到了上一圈花样间隔的位置 在锁针动员里面勾两个长针 一 二 接着是短针之间的锁针位置 在锁针动员里面勾一针长针 一针长长针 长长针需要绕线两次 大家注意 长长针的插针位置是在第二圈花样之间的锁针动员里面 以长长针在一条直线上 穿入针针 穿入针针 将线勾出 这里线可以拉长一点 拉到以之前长针一样的高度 线在针针上有四个线圈 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还剩下三个线圈 再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还剩下两个线圈 绕线一次穿过 一针长长针就完成了 然后调起短针之间的这个锁针动员 勾一针长针 往下在相邻的锁针动员 勾两个长针 一 二 这是第一个边 接下来到了边角 在锁针的缝隙里面勾两个短针 然后三针锁针 跳过狗牙拉针 在下一个缝隙勾两个短针 这是第二个边角 继续勾第二个边 后面的锁针动员勾两个长针 短针之间的锁针动员勾一针长针 一针长长针 相邻的锁针动员勾两针长针 这一圈的边织规律是 边角位置在枣形针的锁针动员分别勾两个短针 中间狗牙拉针的地方勾三针锁针过度 边的位置在以角相邻的锁针动员分别勾两个长针 短针之间的锁针动员 在动员左右分别勾一针长针 中间一针长长针 长长针的插针位置在动员的正下方 第二圈花样的锁针动员 按照这样的方法 中间的锁针 正是一圈花样的锁针 1分钟 2分钟 ,2分钟 ,1分钟 跟什么 另一圈花样的锁针 1分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把线带到边角的锁针洞眼里面 勾两个引拔针 到了锁针洞眼 先立三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 同一个动眼勾一针长针 扣一个销扣作标记 然后三针锁针间隔 同一个动眼再勾两针长针 边角的加针就完成了 往下跳过两个短针针目 在缝隙里面勾长针的加针 加针也就是在一个动眼勾两个长针 一 一 二 接着跳过两个长针针目 在缝隙里勾长针加针 现在到了中间位置的三针 分别是一针长针 一针长长针 一针长针 这里需要跳过这三针 在后面的缝隙勾长针加针 往后跳过两个长针针目 往后跳过两个长针针目 在缝隙里勾长针 最后到了边角的锁针洞眼 方法与之前一样 方法与之前一样 勾两个长针 三针锁针 两个长针 这一圈的编织规律是 边角四针长针 中间三针锁针间隔 遇到短针和长针时 跳过两个针目 在缝隙里面勾长针加针 到中间三针的地方 在这三针的两边缝隙里面勾 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圈勾完 还剩下几针 还剩下几针? 勾完最后两个长针 再接后扣位置引拔 第六圈就完成了 大家看 这就是六圈完成后的样子 这款毯子采用的连接方法是边勾边连接 在勾第七圈的过程中 把对应的边连接起来 我们先来学习第七圈的编织方法 也就是连接的这一圈 来看图解 这一圈用到的针法有短针 和锁针四针的狗牙拉针 大家注意 这款毯子连接时只有一个花片 需要完成七圈 剩下的都是勾六圈 第七圈由拼接来完成 我接着六圈的花片做演示 在花片的正面开始勾 这时下方的这个记号扣是面对自己的 立针锁针做起立针 然后在同一个洞眼里面勾一针短针 扣一个较扣做标记 往下到了边角 再锁针动眼勾一针短针 接着勾锁针四针的狗牙拉针 这里狗牙拉针的针法 与之前的狗牙拉针针法略有不同 先四针锁针 一二三四 然后挑起第二个短针的外侧半针 也就是靠近自己的这根线 以及后面的这根线 这时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一次穿过 引拔完成 一个狗牙拉针就完成了 在同一个洞眼再勾一针短针 后面是长针的针目 一个针目勾一针短针 然后狗牙拉针 四针锁针 将短针的外侧半针 靠近自己的这根线 以及后面的这根线 同时挑起 绕线一次穿过 往下一一对应勾两个短针 一个狗牙拉针 这一圈的编织规律是 两个短针 这一圈的编织规律是 一个狗牙拉针 两个短针 一个狗牙拉针 长针针目一一对应勾短针和狗牙拉针 边角位置在锁针洞眼里面勾两个短针和一个狗牙拉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圈勾完 还剩下几针 还剩下几针 勾完在记号扣位置引拔 勾一针锁针固定 走近 断针 断针 都正在上面 第七圈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来进行连接 连接都是在第七圈狗牙拉针的位置进行 这里我用五个花片做演示 无论花片数量的多少 方法一样 先来看花片拼接的走势图 把五个花片分两排 上面两个单元花 下面三个单元花 花片交错排布 连接花片时会遇到三种情况 分别是连接一个边 连接两个边 连接三个边 下面请看我演示连接一个边的情况 第一个花片已经完成了七圈 接下来连接第二个花片 花片只需要完成六圈 为了使编织方便 把不需要连接的边 用第七圈的方法提前勾好 这里我已经勾完了四个边 还剩下两个边和两个角 大家在勾每一个花片 大家在勾每一个花片第七圈时 注意在第一针短针上扣记号扣标记 方便后面找引拔针的位置 往下是一针短针 接着狗牙拉针 需要连接花片 先勾两针锁针 拿起第一个花片 花片纹理比较整齐的这一面 是正面 纺织则是背面 把两个花片背面相对合拢 找到对应的边角狗牙拉针位置 穿入拉针形成的大洞里面 勾一针引拔针 然后两针锁针 挑起短针的外侧半针 以及后面的这根线 勾引拔针 第一个角就连接好了 我们可以看出 原本的狗牙拉针是四针锁针连着钩 拼接的时候把四针锁针分两次进行 先两针锁针 用紧拔针来连接另一个花片的狗牙拉针 再完成剩下的两个锁针和拉针 再完成剩下的两个锁针 这样的锁针